創業不是憑感覺 當美甲技能在手 創業之前我們需要做足哪些功課呢? 大家好 我是沛文老師 當我們學會了各項美甲技能之後 相信有許多同學 都會想要開一間工作室 準備要來好好展現身手 去服務有更多美甲需求的客人們 那今天我就來教大家 在創業之前我們需要做哪些準備功課呢? 創業前需要準備的工作有 店面選址、市場調查、財務規劃等 那要如何選擇地點或是工作室呢? 首先要了解商圈的差異性 不同的商圈會帶來不同的客源 而不同的客源呢 會影響你後續所下的決策 那今天我們就以社區型商圈來為大家講解 社區型大多都會以住家四周選定 主要的客源也都是會來自附近的居民 那我們可以選擇店面或是合租的工作室 那記得先從網路上開始做功課 可以幫你省掉許多時間和精力喔 我這次第一次開店我要找那個 家住店的左右三萬五左右 因為不知道客人有沒有很多 所以我不敢找太貴 網路上可以查詢到非常多資料 像是網路地圖、社群平台社團 以及租屋網的功能等 輸入關鍵字做搜尋 可以找到類似的店家 也可以了解當地的生活機能及人流狀況 建議可以多找幾個區域來做比較 在租屋網上找尋合適的店面或工作室時 另外也可以利用社群軟體平台的各類社團 像是我們美甲的工作區域 並不需要太大的空間 建議剛開始創業的同學 尋找適合自己的區域 最後提醒大家 租金的合理性也是需要納入考量的喔 以老師的觀察 通常有兩間以上便利商店的區域 人流一定會比較多 但是相對的人流比較多的地方 租金也一定會比較高 所以可以多尋找合租的店面 或者是非一樓的店面 建議可以多選幾個位置 直接到現場去做觀察 確定合適之後再做決定 我們來這裡有一個多小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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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觀察看這裡客人也滿多的 我感覺這裡可以適合給我們開一個美甲店 我看他們穿衣服這裡看起來很時尚的 滿適合我們在這裡開店的 我們大概要找六個地方以上 看美甲會很適合的 我們才可以開 最好是平日 假日 早上 中午 晚上 各個時段都要去做統計 捷運站與店面的距離 走路或者是搭車的距離 還有騎車的距離 以及附近停車場的位置和距離 都要去幫客人計算出來 這裡很不錯 現在中午的客人 現在也看起來 來示範也很多的 我們看這樣很適合我們在這裡可以開店 開店 開店還有一個比較難做決定的就是 服務的價格定位 建議大家可以上網去搜尋其他店家的價位 也可以直接去其他店家去做消費 有更深入的了解 你好 這邊的桌梅展 就是價錢多少 你想要做一般的 這是光療的 對 做光療的 光療的是599 599 對 我今天來那個美茶店 然後我發現沒有想到他們做美茶 還可以做很多的那個項目的這樣 然後就是還有做頭髮還有半臉 還有做那個那些的保養去巧思的那些 我在想還不錯的 所以在想可能我也是多學一下 然後可能以後我開的時候 我就想多開那些的服務 這樣子我們也是可以比較多的收入 接下來就是財務規劃的部分 通常開店會準備半年以上的資金做為運用 若我們以一人工作室來計算的話 基本的成本開銷就會有 首先是我們的美甲會使用到的材料及工具 像是各項美甲凝膠 美甲燈 美甲工具等 這些都可以在美甲材料行去添購 或者是可以上網去找一些二手美甲的材料社團 也有機會找得到 因為在這邊的年輕人比較多 所以我們目前是買可以搭配年輕人比較多的東西 然後其他的老人的可能會買一般的那些老人喜歡的 一整套 對整套 對整套 對 最後就是電珠和水電的費用 通常在第一個月開銷都會比較多 建議準備半年的資金 做後續的運用上會比較保險 當我們擁有了美甲的技能及創業前的準備 記得保持正向積極的心態 想要自己創業就不是一件難事喔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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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